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1月29號的 股海洪洋 我是洪俊 那台北股票市場今天指數的部分呢 下跌了81點喔 明天就要封關了 結果呢台北股票市場 居然在今天出現下跌 我想呢應該讓很多的投資朋友 都感到很恐慌 到底要不要報股過年 其實呢這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必須要求資金的流向來做解釋 你的股票能不能流 要看現在有沒有大戶 已經先做佈局了 那如果大戶他都不怕的話 那你在怕什麼 可是呢如果你的股票 已經是大戶人家在撤退的股票 那你不管是不是封關 你都要先跑嘛 所以重點是在於說 你的股票到底有沒有人在佈局 如果你的股票呢 上面是沒有人在佈局的 那我建議你不只是封關 是現在馬上就要換 所以呢你看到台北股票市場 我們先看一下字卡的部分 我昨天跟你講過 現在的台北股票市場 來到一個短線的缺口壓力區 對不對 這裡呢是之前 萬點一萬一千點的 那個地方的跳空缺口 但這個缺口你要一次回補啊 基本上那個難度是很高的 它的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呢因為現在的月均線它是怎樣 它是走深的 所以呢融資余額又在低檔的情況下呢 它會慢慢的墊上去 墊上去 可是當我的月均線 乖離過大的時候 它一定會先做一下修正 這個修正是好事 就很像我們的地震能量 它必須小小的去做釋放 它不要一次出現大地震 就不會出現大幅的災害 可是呢它在這種小幅的震浪震浪整理 然後收列月線加差的時候 慢慢的就會跟著月線一起去封閉那個缺口 所以台北股票市場的多方趨勢沒有改變的 但是類股的輪動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嘛 所以我跟你講 你現在的操作必須要先看一下 什麼樣的資金 它往哪一些資金的 哪一些族群它有資金在做轉入布局的 那個你就要特別注意了嘛 那講到融資的部分 之前大盤的融資餘額出現1200億的時候 只有三次 只有三次 一次呢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 當時呢 3955那個地方呢 就是行情的最低點對不對 那第二次呢 就在哪裡 就在104年那時候 大家聽到說 7200點那一次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出口衰退吧 那這一次呢是什麼 是中美貿易大戰 那每一次融資來到一個低檔的時候 就代表說 散戶的情緒面是非常恐慌的 現在的股票幾乎沒有人要 幾乎沒有人要 那誰接走了你的籌碼 這個就是重點了嘛 所以呢 現在沒有一個暴衝的行情 可是呢 卻是一個非常安全的位置 那類股在走輪動輪漲的時候 你只要抓到節奏 你就能夠賺到錢 你就能夠賺到錢 那節奏感你要怎麼去抓 你要看一下大盤資金的流向 個股它是在走輪動輪漲的嘛 所以我昨天跟你講說 貴買網通指數呢 開始有資金在做轉入布局了 那這些資金流入的量 一開始是小的 但是呢 慢慢的會把它放大開來 因為主力他們在做股票 第一比叫四單 第二比呢 他們才會開始重壓 那第三比在上去的時候 就準備要拉最後一波了 所以當你在拉最後一波的時候 往往都是市場上面很多的媒體啊 很多的新聞跟你講說 這檔股票有多好的時候 然後呢 你會看到融資開始爆升上來 那個就是最後的賣點了 那你要知道什麼時候要買 什麼時候要賣對不對 那你要看清楚 錢他們在想什麼 那這些資金 它剛開始流入的時候 它的跳動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今天呢 貴買的一些半導體的 貴買的那些網通設備廠商呢 就沒有像昨天那麼活潑 但是它在拉回的時候 你要找機會去做佈局 你一定要找點位去做佈局哦 所以整體的操作節奏都沒有改變 金流的選股你要放口袋 回測支撐的時候勇敢買 當你可以做到這個節奏感 當你的節奏感都抓對的時候 不論行情的漲跌 你都能夠創造出 創造出獲利出來 這個才叫操作 這個才叫操盤手對不對 比如像說之前跟你講過的 當錢在往生技醫療去做移動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保齡附井 它是之前流入量最大的 金流選股只告訴我兩檔 一檔叫保齡附井 一檔叫美食 那我只能選一支來做嘛 所以我挑了保齡附井來做 那這檔保齡附井呢 從之前金流告訴我的時候 在12月底的時候 然後呢一路的上來 到現在已經漲了將近多少了 從當時最低點開始看哦 已經大概從80漲到將近100了 已經漲了20塊錢了 那我們切入的時間點 大概在91塊錢左右 金流選股我先放到口袋名單裡面 但是我的佈局的時機 在他有支撐點出來的時候 短線上他有遇到回檔 在做什麼 在做洗籌碼的動作 但是因為我們的佈局成本夠低 所以呢他洗完籌碼之後 拉出了最後一波的 陌生端的行情嘛對不對 所以呢整體的操作上面 你要抓到第一個時間點 你要抓到什麼樣的股票 你要買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而這個時間點 他的風險性必須要是小的 你要不能 你要能夠不被洗掉嘛 他們大戶要做洗盤的動作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洗啊 可是呢我知道 他們一定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的買點 必須要讓我不被洗掉的那個進場點 當我不被洗掉的時候 自然還就要帶我飛上天去啊 自然還就要帶我飛上天去 那我們今天做了獲利了結 這一趟下來 我們總共賺了15元 一張賺15塊 一張賺15塊 我們從91到今天賣掉106.5元 我全部都在LightEater裡面都跟你講了哦 一張我獲利15塊 10張你就可以獲利15萬 所以呢 股票市場的操作 只要你有工事 只要你有方法 你就能夠抓到市場的主流對不對 當市場大家都沒有跟你談生技的時候 那我們已經跟你講了 資金往生技類股去做移動 從1月23號開始 其實資金就開始回到生技股升上來了 那同樣的現在哦 這個moment 其實資金它已經在轉到網通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要把資金做移轉嘛 股票市場的操作必須要非常的靈活 必須要非常的靈活 所以呢下一個節奏 我們要佈局的就是在網通的部分 網通的部分 昨天有跟你談過這一則新聞對不對 NCC準備要釋放執照了 5G的執照它準備要出來了 那這個5G的執照它會帶來很大很大的商機 因為電信商他們可以開始去採購設備 然後開始準備要佈局下一個5G的頻寬了 所以呢5G的題材昨天先出現了一些 買盤在做進駐 後續呢當他們買對的那些標的 就會是未來市場上大波段的主流 所以你要特別的去留意5G的題材 那我這張股票我還沒有佈局 可是呢我可以從技術面上面跟你講 它是一張網通的個股 一選二回三大賺 當然這個地方呢是出現金流全股的訊號 金流全股的訊號我沒有急 因為當時我在做生機 那現在呢我準備再把它網通去做移動的時候 拉回測試之聲最近走出一個量價背離的走勢 也就是說它的籌碼面已經相對的穩定 相當的穩定了 所以我只要抓準時機我隨時都會進場去佈局 而且它可能就是我年後爆股過年一張股票 所以我們的操作要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你的操作如果一直在用追高殺低的方式 或者是你每一次都在買的股票呢 買的都在買跌跌跌跌跌 然後呢每一次都想要去摸底卻摸不到底的 那我建議你讓專業的人來 你要操控一台麥拉倫 你要有專業的技術 你才能把性能發揮到最好 很多投資朋友你不是不會選股票 但是呢你可能在買賣點上面的操作 需要有人來協助你 那我趕快我建議你們趕快 跟上專業的腳步 趕快跟上專業的腳步 現在已經是一個 大家分工合作的社會了 有一天我會需要你 那你在股票上面你就需要我們 我幫你來做整體上的規劃 我幫你來做整體上的規劃 那年後的行情 因為中美貿易協議準備要出來了 那在外資的部分呢 他們也悄悄的在回來了 所以我對於年後的行情並不悲觀 但是你要先做好佈局 你一定要先做好佈局 而且個股類股輪動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是非常快速的 那因為有波動的關係 所以呢你只要抓對那個節奏 其實你都可以賺到錢 那你就看看你有沒有辦法 抓對那個節奏而已 比如像說保齡負檢的部分 保齡負檢的部分 他就是我們抓對節奏了 獲利自然就出來了 那之前有跟你講過 包括在龍科 或者是波羅威的部分 其實你就一檔接著一檔 金流告訴你的回測支撐的時候 進去買 然後呢 但等到拉上來了 BIOS創高了 甚至說整個 開始過熱 股價過熱的時候 你就先做獲利了解 你的節奏抓對了 你的操作自然就會很順手 自然就會很順手 這就是我們之前 當股會員的操作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 我們可以創造高勝率 而且可以創造高獲利 在指數重挫的情況下 我為什麼可以做到大賺小賠 因為我們的操作節奏是對的 我們的操作的模式是對的 先找到資金正在買的標的 拉回的時候測試做佈局嘛 就算有賠錢的時候 一樣都是小賠而已啊 可是呢 當行情在做橫盤震盪整理喔 11月到12月份到1月份 甚至11 12月份的時間 這個行情都是一個整理的狀態 可是呢個股之間 因為有一些個股他有錢在買 當然他就會出現一波急拉向上的走勢嘛 那這種個股我們就把它挑起來 然後在一個合理的點位上面 去做佈局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 所以呢 對我們的操作 認同的同事朋友們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諸事大吉起漲佈局 一選二回三大賺 你年前入會的 我二月就直接送給你 而且只有現在 只剩最後一天的時間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 年前入會 最後一天了 最後一天了 所以呢 我們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我們的操盤專線 0287738859 或者是直接在我們LINE AT裡面 在我們表單上面做回覆喔 那很感謝大家欣賞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掰掰 掰掰 為了